法務部年年執行死囚槍決 傳出來最新一波呢 最快可能明天 禮拜五就要進行了 對象鎖定的是 惡性重大 人神共憤的這個罪犯 被點名的包括有金氏媳婦 你還記得林荺茹 這位金氏媳婦八個月之內 連續殘殺了媽媽婆婆 老公等三名的至親 另外還有六名的死囚 也可能在槍決名單上 人稱金氏媳婦的林荺茹 橫心殘殺三名至親 只因為沉迷六合彩 欠下大筆債務 展開一連串 炸保殺人計畫 卻以林荺茹只有妾道前科 素刑尚稱良好 將殺夫死刑改判無期徒刑 但遭到最高法院發回 更一省以他逆倫世青 泯滅人性再改判死刑 傳聞法務部將再度執行死 求槍決 金氏媳婦林荺茹 很可能就是最新一波槍決對象 除了林荺茹八個月內 狠殺媽媽婆婆和勞工 張仁寶九十二年性侵殺害 妙齡女子和八十三歲勞婦人 更殺死媽媽同居人 連望然跑到太太卡拉OK店 縱火釀無死無傷 除了對婦如施虐殘殺者 人神共憤凶險 也是槍決首要目標 郭崎山縱火燒死 前里長家祖孫三人 杜明熊杜明郎兄弟 在大陸胃前截殺 五名排殺 鄭武松懷疑前妻令傑心歡 殺死兩人 近年來執行槍決 一百零二年六個人 一百年也是六死球 一百年五人 九十九年四個 加起來二十一人伏法 包括年年都執行 預計最快 本周五就會有最新一波死球 遭到槍決 記者 陳嘉明在秋蓉 台北總報道